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理财技巧与自我成长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 找着摆脱朝九王五 买想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今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尤其年轻人较早接触投资理财知识 那爱与索兵资金有限 此时相对低价 值率高的金融股与ETF就成为投资首选 而这种现象在去年更为普遍 今天的影片从股价 试矿 经营绩效 经营稳健度 资利率 带大家了解所有金融类股中颇富盛名的证券股 包含国票金以及华票 探讨以上两家金融证券股 谁比较适合存股呢 在此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金融业在全世界各国都属于特许行业 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核准才能开始营业 不是随便一家公司就可以执行金融业务 另外金融业比起其他产业的股票 股价也不会像其他成长股票 或者是景气循环股一样容易起起伏伏 所以综合这些特性以后 你也会开始注意到金融股的股票 如果要从中挑选营运能力较好的金融股 我们就得从经营绩效开始看齐 一般金融股中最常见的经营绩效指标为 资产报酬率ROA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由于金控下面会有众多不同资产 包括现金、房地产、黄金等 使ROA对金融股格外重要 资产报酬率ROA反应公司利用资产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资产活用能力越好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ROA反应公司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 国票金的ROA1.24%表现较滑票的ROA0.76%来得好 而在ROA方面也是国票金的9.05%胜过滑票的6.4% 可快速判断出国票金在经营绩效上相对突出 国票金上半年税后存益22.85亿元年成长53.39% 每股税后存益0.79元 主要获利来自子公司营运表现优异 其中国际票券持续调整受信结构提高利差 外币债券收益较去年同期成长20%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试况 一般在评断股价时最常使用的两个衡量指标为 本益比和股价近值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缩投入的资本 而股价近值比越低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 我们可从表格中得知这两家金融股中 以目前国票金股价15.95元 以及滑票股价16.05元 国票的本益比较低为11.39 近值比则是滑票较低为0.86 另外滑票以及国票金股价近值比位于0.8倍到1.2倍之间 代表目前的股价在合理范围内 也可搭配影片后方讲述到的股票值利率来做一个参考 总结来说 以目前本益比以及股价近值比来看 滑票比国票金超值一些 但差距不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值利率的比较 在近五年两大经过的现金股利 以及股票股利配发金额 以股票金配发出的平均值利率6.76% 高于滑票的5.29% 有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收的存股族 可关注国票金 近五年来除了现金股利之外 还有配发股票股利 分别为0.59元以及0.18元 算是不错的表现 而滑票近五年来皆配发现金股利 平均现金股利为0.79元 再来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利分发状况 以2020年国票金EPS1.12元 配发现金股利0.65元 以及股票股利0.35元 盈余分配率为89.3% 以2020年滑票EPS1.18元 配发现金股利0.87元 盈余分配率为73.7% 国票金的盈余分配率几乎快来到90% 相较于滑票的盈余分配率73.7% 明显有差距 相对来说国票金是较为慷慨的 综合以上指标来看 国票金在经营绩效上比滑票好 对于存股足来说 每年都有稳定的配股配息 以及低震荡的股价是更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从表格中发现 国票金的经营稳件度其实不差 又有稳定的盈余分配率 所以国票金是比滑票更为优质一些的 而且国票金指出 国票金与日本乐天银行、乐天信用卡共同设立的乐天国际商业银行 于今年1月19日正式对外营业 开业初期以线上开户、存款、手机转战及分期型信贷业务为主 并与乐天桃园队、乐天电子书 合作推动业务有利于营运能力提升 以上是两大监控的今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 作为选股的参考 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 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凡帮我们按个赞、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最后三分来了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该部构成购买、出售、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一下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 主持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